《斗罗大陆》5,重生唐三,作者,唐家三少,第124章,侥幸,风缸大放,冻结在他身上的武兵器也被震得倒飞出去,在那爆发的风缸面前,冰原素体根本不足以完全护住武兵器的身体,一时间它也是鲜血直流。 母老虎疯狂地拍动着双翅,在那狂暴的风缸之中,周围的植物被切成各种形状的碎片。 母老虎一双胡爪痛苦地抱住自己的头,似乎是想要把痛苦从自己的头中驱散,可是,此时的它蹊跷出血,根本止不住疼痛。 七阶巅峰妖兽的身体是无比强韧的,自身能力更是极其强大。 可是,再强大也是外在的,它的身体依旧还是血肉之躯。 从天而降的唐三,落入他张开的大嘴之中,由内而外地进行破坏。 在他口中爆发的风刃,刺穿了他的大脑。 而且,唐三不仅用了自己的力量,还用了母老虎的力量。 当唐三被他的风缸震飞到天空之中的时候,洒入体内的庞大血脉之力,险些将他的身体撑爆。 但唐三并没有惊慌,因为这是早就在他意料之内的情况。 伴随着那庞大的血脉之力涌入体内,他身上发生的第一点变化就是,达到玄天宫第六重,要突破的瓶颈被瞬间冲开。 这也是唐三落入母老虎口中的重要目的之一。 冲破达到玄天宫第六重前的瓶颈,需要庞大的血脉之力。 妖兽的血脉之力虽然博杂,但七阶巅峰叉翅虎的血脉之力十分充沛,充沛到就算经过过滤也足以满足他的需求。 在那一刻,玄天宫在唐三体内运转到了极致,强行护住他的经络,让他不至于被那狂暴的血脉之力充溃。 唐三那喷出的鲜血,也是对过多的血脉之力的一种宣泄,将其中的部分杂质喷出。 当他从天而降的时候,其实就已经恢复了对身体的控制。 唐三现在十分庆幸之前冒险融合了天湖变,此时此刻他对身体的所有控制,都是在液化的精神力的作用下,才如此精细,其中的困难只有他自己才知道。 同时,这还要归功于他三世为人,他前世有着运转各种层次精神力的经验,才能在这种极端情况下依旧将体内狂暴的能量掌控住。 在如此短暂的时间内,他根本不可能将那庞大的血脉之力吸收,只能将那庞大的血脉之力直接输出,在身体落入虎口的刹那,爆发出来。 他的目标本来是母老虎的眼睛,相对来说,眼睛是较为脆弱的。 凭他刚刚提升到六阶的修为,再加上从母老虎那里吞噬而来的血脉之力,确实是有机会破掉对方的防御的。 没想到,在这种时候,武兵技和顾力联手,给他制造了更好的机会,让他有深入虎口的可能。 以旋御手爆发出的狂暴能量,几乎是瞬间作用在母老虎柔软的口腔之中。 那狂暴的能量连唐三的旋御手都有些承受不住,可想而知那一瞬间宣泄的能量有多么狂暴。 唐三被喷出来的时候,身体再次被震伤,而母老虎明显是活不成了。 最坚固的防御都是从内部攻破的,唐三的爆发充分证明了这一点。 他落在地上强撑着还能站稳,而远处透支力量爆发的故里,以及被震飞出去,倒在地上的武兵技,此时都已经陷入了昏迷。 刚刚短暂的战斗中,三人无步用尽全力,只要在整个过程中出现半点差池,他们就必然要殒灭在虎口之下了。 熬屋,凄厉的咆哮声在远处响起,巨大的清光冲天而起。 恐怖的威压疯狂爆发,而此时的母老虎已经跌倒在地,大口大口地吐着血,眸光迅速地暗淡下来。 唐三脸色骤变,他当然知道发生了什么,插翅虎王感受到自己的妻子即将死亡,彻底爆发,镇长老师挡不住了。 杀子之仇,杀妻之恨。 这种状态下的九阶插翅虎王会爆发出怎样恐怖的攻击可想而知。 唐三勉强支撑着身体转身看去,他现在的状态极差,体内经脉,气息紊乱,根本无法再战。 巨大的插翅虎王的身影已经出现在远处天空之中,也就在这时,唐三看到,一抹精亮的红色光芒冲天而起。 那红色光芒极为闪亮,当它出现的一瞬间,整个天空都被照亮,宛如晚霞一般绚烂。 插翅虎王身上那么耀眼的清光,在这一瞬竟然都被压制了下去。 红色光芒掠过,插翅虎王惨叫一声,庞大的身躯竟然无法保持飞行,身上青色的风缸明显被斩破,斜斜地朝着远处落去。 好强的一击,唐三的眼神凝制了一下,镇长老师竟然这么强大。 插翅虎王显然是受到重创逃走了,都没顾上再来救援自己的妻子。 而此时此刻的母老虎,眼底最后一抹光芒终于熄灭,彻底死亡了。 这只实力达到七阶巅峰,非常接近八阶的插翅虎,就这么死在了唐三他们手下。 红色身影宛如流光一般,飞肋而至。 当张浩轩看到唐三,并且从空中迅速落下来的时候,眼睛在刹那间瞪大了。 他脑海中的第一个念头就是,完了,完了。 诚子诚和独白不见了,武兵记和顾礼倒在地上生死不知,唯有唐三还勉强支撑着身体。 唐三注意到的,则是张浩轩手中的一柄长刀,那是一柄通体为暗红色的长刀, 长刀看上去飞金飞玉,散发着炽烈的红色光芒。 毫无疑问,刚才那道惊天红色光芒就是由这长刀发出的。 老师,可可唐三可出一口鲜血,然后就尾顿倒地,终于坚持不住了。 他们,张浩轩的声音有些颤抖。 这几人都是本届最优秀的学员啊,要是出了事,他如何跟组织交代? 唐三摇摇摇头,道,他们没事,橙子师姐和独白先走,我们三个断后,侥幸杀了那母老虎。 您快看看两位师兄。一听橙子诚和独白先走了,张浩轩顿时大大地松了口气。 独白的天狐之眼太重要了。橙子诚的金鹏殿也是极强的。 这两个孩子还活着,没死在虎口之下,真的是万幸。 张浩轩顾不得多说,迅速来到五兵记和顾李身边,分别检查了他们的身体。 五兵记伤势比较严重,气息微弱但绵长,没有性命之忧。 顾李则是精神力透支昏迷了过去,生命体征还算正常,只是精神波动明显有些不稳定。 但是,至少这两个孩子都还活着呀。 活着就好,活着就好张浩轩喃喃地念叨着,直到此时,他才能松口气,一张嘴,挖的一声吐出一口鲜血。 张浩轩抹了抹嘴角的血,他把五兵记和顾李移到唐三身边,手中的长刀竟然缓缓地融入他右臂之中不见了。 老师,您刚才那刀真是厉害呀,唐三赞叹道。 张浩轩眉头紧簇,伤敌一千,自损八百,有什么厉害的。 那是需要叙事的攻击,否则我也不会拖延这么久。 橙子和独白,玩,记得订阅,开启小铃铛,点赞和分享哟。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,转发,打赏支持明镜与掌与点点栏目。 感谢观看